通色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会补充一下阿邦对占领中环的看法 也不是补充的了 就是我们录完音之后那天 即是昨天 发生多多事 真的发生很多事 跟着我们讲一下 即是我们都隔了一轮 即是隔过了一轮冷河 又没有讲到 那就是中国的新领导班子 那还有阿邦就会 讲一下 即是最近就空三个零多 就香港这边就发生几单 三单 台湾那边又发生些 好 好 凶残的凶案 血案 所以就这样讲了 阿邦你想讲哪样先 讲香港先 讲香港先 OK好 那就是讲回这个 这个 这个 占领中环的事 真普選联 对 就是郑与石教授 牵头就搞了 叫做真普選联盟 我就知道 有礼拜二提过 那这个名字就够了野少 是不是只说支持他们是假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奇怪 是你做什么 这种名字 好奇怪 真的很好笑 不过这样 就 一向就 就是主张 不同这个 其他泛民来往的 这个人民力量 那就 就 宣布就有条件 你加入这个 真普選联盟 这样 那就 有条件 就玩有条件 那就是说 现在 那边 那边 未破坏 那个条件 规矩的话 那就是人民力量 就会 在真普选联盟 那其实 这个 新民主同盟 也真的 也都入了 也都是说 有条件 来加入 对 有条件 也有条件 来支持这个 占领中环 那本来 就 对这个 占领中环 不是很感兴趣 說不是很興趣的動物 當然他又要在黨裏服從這個執委會的決議 他整個黨就應該... 據我對劉家雄主席的意思的傳遞 我現在看來就是原則上贊成,但仍然在觀察中的一個狀態 但是呢,在觀察中還是在觀察中 那些政黨就...除了民主黨就分身支持 不是啊,卿姐其實不是很支持的 是啊 公民黨就不知可否 是啊 那就是這樣 但是呢,政黨就... 不是很知趣點的時候呢 民間有些... 新興的媒體呢 新派媒體呢 就罵兇兇了 就...整件事就很突然了 就... 黃洋打,黃洋打 即是從前他曾經是... 代表過人民力量 去參選立法會的 其實就在去年 是 那...跟著呢,就... 爆出了一些事啦 小風波啦 首先就...有人說他在Facebook上 就說自己根本不支持人民力量啦 那...其後就澄清了 就說原來不是這個意思 那...後來就一直都沒什麼事啦 那...後來黃洋打自己呢 就搞了一件叫熱血時報的物體 那...就...是一個網上的媒體來的 那...就有...節目... 就有些網台節目做啊 有...有文章啊,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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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咦?就...昨天呢,就在Facebook上有人share出來呢 就share了黃洋打的status呢 是 他就說呢,要向所有支持這個的... 呃...佔領中環的政棍 他就是這樣說的啊,的政棍 就...開...宣戰的 那麼這就包含什麼呢? 就包含一個跟人民力量很... 鎮四親近的一個的媒體 就是叫《香港人網》啊 就說...宣戰啊 嗯 那麼就...首先 這件事情是... 就是...我自己就不很明啦 就是我就不明 我是不明 嘛...就是黃洋達他返領中環 我是明白的 但是就他因為殤馬樹幹 都要跟其他媒體宣戰呢 那我就真是都...有些不太明 我更不明白的是什麼呢,香港人網的老闆蕭若元先生,平時不太理會其他人怎麼說的 今次他昨晚發出很多影片,去討論戰兵中華是一回事 那給我感覺,我基本上是應戰的 應戰,對,應戰 整件事有什麼事呢,我都看不清楚 其實這件事呢,我先不要說戰兵中華這一筆 我說真普選這筆 其實戰兵中華是一個手段來的,明白嗎 真普選,他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普選要符合普世價值 是的 現在大家所一致的事情 是的 其實為什麼其他所謂激進的民主力都可以走進去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基礎去做的 是的 但問題就是說 其實很多搞社運,甚至皇上那些人都好 有一個問題 那你現在,你現在幾天想 我想大家都毫無疑問地 大家都同意,大家要爭取雙普選 是嗎 是的 我想這個基礎,我想大家都應該是一樣的 OK 只是做法不同,等等 那我想請問一聲 那現在,那個叫做真普選聯物體 是不是一定會做戰兵中華這件事呢 其實不是的,兩班人來的 其實是 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走在一起 其實又不是的,是兩班人來的 搞戰兵中華和真普選聯那些是兩班人來的 是的 對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 如果好像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大家同意在一個基準 一基礎上 OK 就是要爭取雙普選 OK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你今天那班人去做一件 叫做佔領中華的事去爭取雙普選 而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決反對呢 你除了,你是怕兩件事而已 要不怕人拿槍出來 你是不是怕這件事 你自己有說自己不是 第二 人家不是拿槍出來 那你就是說 那你只是 說 以前某些人可能出賣過你 而你生氣的人 是這樣的 嗯 是不是 嗯 又不是這樣說 我有聽過他的節目 因為我太空閒了 你真的太空閒了 其實他自己本身的節目 又或者他有一些 沒有聽他說 要聽他說 即是他的台那些 我是因為太八卦了 他的台 真的很好吃死 多元快 一些什麼 不同方便的東西都有 我又八卦一下 他自己本身的節目都有聽 因為他有時候說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是呀 是呀 其實他 他都發了 他本身子 和他的一些 即是 有關於政治的頻道 他都有 說很多 他們 本身的那個台 或者那個組織 那個論述 他最大的論述 就是 那兩個字呢,有一個字是粗口的,我不知道怎樣形容好 總之就是不可以亂做,應該去選一些利益的話 直接說吧,那基本上就不是專長說粗口,Exact Wording 黃楊達說,這個佔領中環是舊造的 那不是專長說粗口,這個是Exact Wording 也不是說沒有任何的 就是Exact Wording 他自己都說是代替的 是的 就是這樣的,他反對那些人就是覺得因為那些人舊造 所以就會損害了整個社運 整個香港社運的運勢都會損害 令整件事失卻了本來社運的力量 那我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他說這件事就是 所謂的社運的定性是什麼 OK? 嗯 你真的說是一個社會運動 只是一小撮人所出來做的運動呢? 我們是要把社運推向大眾 只是一小撮人去做的 其實搞社運一向都是小眾人搞的 這個問題在這裏 一直這麼多年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圍內 為何對有些說社運的人 我們有時都會批評他們 就因為他們把這件事放在小眾上 喂,你就叫做社運 喂,別人想搞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你就不是,你就說別人那些 那些又說別人那些 又說別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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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那就是你有你搞,人有人搞而已 那為什麼社運的光環是要套在你們的身上呢? 嗯,為什麼? 他們的論述又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我自己複製不了 總之他們又說那個光環 他們又不是要的 亦都不是 亦都說整件事的光環不是重點 其實是work的 最重要是work的 其實是work的 他又覺得這件事是不work之餘 還會傷害了本身整個 就是整個香港那個社運狀態 會令整件事變成一件 就是令到整個 就是這件事不行之後呢 然後之後你搞的社運呢 會令效果更差 他的意思是這樣 即是他就永遠呢 就是呢 跟人家當人家 跟人家坐鬚輕 嗯 永遠都一邊蓋牌的 嗯 明白嗎? 即是他 不要說我就是我氣權 是的 你的坡坡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明不明白我正在帶你 就跟牌 嗯 看多幾坡啊 我都看到你的路了 你是不是想找一坡來偷雞呢 就是這樣而已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呢 我反而呢 他們這樣說 我這個真是很大的文譜 嗯 去到最後 如果你現在是要跟你鬥輕 是要跟你鬥大的 是一定要嚇死對方的 嗯 是嚇到對方讓步的 是嚇到對方蓋牌你才贏的 嗯 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理由 別人跟你鬥鬥輕 你自己是這樣蓋牌 你自己是這樣蓋牌 即是 即是告訴別人 你不夠面子 是吧 第二啊 還有 有一件事 我反而覺得呢 其實說得最坦白的 那個呢 是陳雲的 陳雲很坦白的 陳雲呢 在子女行家 其實說了一件事 給他聽的 他覺得為什麼 這件事不行呢 因為最後呢 最後呢 最後呢 最後他覺得 在他子女行家 覺得呢 中共是堅決要蓋的 明白嗎 嗯 如果他覺得 他是堅決要蓋這件事的 就等於 就等於 好像以前的歷史上面呢 蓋了之後呢 就很久都回不了生 嗯 台灣都用了不知幾年了 即是他擔心是一件 是一件六四來的 即是一件六四這樣蓋了 蓋了就有一段回不了生 那一件六四之後的國內是變成怎樣 真的不敢出聲 那些 那麼弱可以嗎 然後四十年代 二八事件之後 台灣變成怎樣 都是靜祖 他就是害怕這件事 戒嚴 這個反而說得坦白 我覺得 嗯 對呀 你可以考慮這件事 當然 這樣看又通的 他這樣說的話 他通的 他看得通的 這件事他通的 但問題就是 搞死運那些人 喂 你又想 你又想做 你自己現在 你經常跟我說這件事 又說那個文氣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然後 第二天 譬如說 那個那個 那個文情 那個氣炎 就會 冷卻下來 這樣說 那我想請問 你們 經常去示威 喂 那個文情 真的 真的 有蜂擁過嗎 那 如果好像那次 那次 那次 最近一次最蜂擁的 就是國教那裡 國教那次 那看來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王陽達怎麼看這件事 就是 若然他覺得 佔領中環 是交造的話 那我不知道他覺得 就是 國教那些人 是不是都是交造 那你 他覺得 國教那件事是失敗的 如果不交造 他有沒有說到 那 我覺得最後 最後在政治判斷上 是有問題的 我都覺得是 那但是 因為政治判斷上 有問題的事情 就不一定是 你所說的交造 對 對 對 就是這樣 對 不是等於 X做的 當然 其實我幫王陽達 講一些 一些說話 王陽達對於整個 戰兵中環那些 的懷疑 我覺得其實很多 很合理 我們看回 搞那幫人 那些說話 是相當之詭異 是 我也同意這個 但是 我到這一刻 我個人的看法 都是原則上支持 但你問我是不是很熱切 期待呢 說真的 我就不算是 嗯 嗯 因為真的 他的搞法 想做些什麼 真的 我覺得很奇怪 嗯 不過 現在他們這樣走在一起 幾班人這樣走在一起 拳頭是大了的 這個大家要承免這點先 如果現在拳頭是大了的話 那可能 可能呢 比他們容易逐個擊破呢 就難度也高 因為一個盯住一個 對 全部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是啊 你嘗試走啊 你嘗試淑沙 是啊 很簡單 你誰 你誰淑沙 是誰 因為上次的最大問題 政改方案的時候 那時候呢 零幾年 零幾年 零七年呢 那時候的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沒有一個 因為大家是 它慢慢轉出來 變了不可以 一個盯住一個 現在變了 你在同一個組織 一個盯住一個 的話呢 就變了沒有彎轉的了 嗯 喂 上次啊 已經噁心了 今次你還敢噁心 嗯嗯 而且別人已經不跟你談了 沒有了 沒有啦 怎麼會跟你談啊 所以今次白鴿黨是 是飛身撲出來的 是因為 他上次拚了東西 是吃了東西 不過是除了劉慧卿而已 劉慧卿我也是一個 不明白他在想什麼的人 他經常都是怕一件事的 是怕陳文那件事的 不過這樣 我又不太 不像他那麼擔心 其實我不是太過相信 這個中國共產黨 可以再吃到一次六四 他也吃不下了 相信是 香港的話 我覺得 做不到 香港沒有可能 太多隻眼睛看著 沒有條件 是 還有這個世代 你看一下 這個世代 不是二十年前 是啊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第一 香港開放社會 是的 第二 科技發達 科技發達 第三 主要問題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香港除了你覺得 你覺得是中國人的地方之外 其實是很多 很多勢力在這裡 聚在這裡的地方 嗯 英國 是多了 實在太多了 變了最後 還有利益 嗯 現在聚在很多利益的地方 嗯 變了最後來說 是會投鼠忌器 是啊 是啊 所以現在呢 現在他們這樣 這樣真的可以走在一起 其實我認為是好事來的 好事 即是 孤密論那幫人 怎樣懷疑他們都好 因為自己一個按住一個 一個按住一個 他們不會亂來 還有拳頭是會大了 嗯 嗯 當然啦 到最後呢 有沒有人搞局呢 就要看他們那些人才知道 但應該 應該 應該 又不是太擔心 嗯 嗯 反而是怕外面 譬如說社運的人在這裡搞局 嗯 嗯 社運的人會怎樣搞局 社運的人 但譬如其實 其實不是 我們這些 社運搞手 譬如陳景輝 其實他們很支持 陳景輝也是支持 你去到一些 譬如有一些 他覺得 他覺得完全是 那些私人恩怨那些 他到處 他到處唱 他到處唱你 嗯 即是黃先生那些 他到處唱你 可能不是很大的 力量 但問題就是 起碼有些 我們叫做騷擾 這樣說 好嗎 OK 即是外圍的騷擾 但是 真的 那個組織 這麼龐大 是一個盯著一個 有一件事 就是 令到對手 沒有機會逐個擊破 嗯 是真的 但是那個基礎是怎樣呢 以及那條底線是怎樣呢 其實呢 是他們應該有這麼多個團體 自己呢 自己關門要說一次 哈哈 嗯 那條底線是怎樣呢 不過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詭異 搞了這麼多人民主運動 原來底線都沒有 沒有底線的 一個個個有一個搞 你有你搞我 有我搞自然 就沒有底線的啦 蛤 其實你覺得 你的底線設在哪裏最好呢 其實呢 你說預選 或者篩選 機制呢 我叫預選機制 是不會有篩選的 我也相信 其實呢 可能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 類似選舉人票的制度 那條底線應該是這樣 明白嗎 如果選舉人票 選舉人票這些東西 都還覺得可以接受到 如果選舉人票你 你的人數太少的話 或者你選的選舉人 的機制又是很篩選的話 你又是一樣死的 對 就是要守著這條底線 究竟那些選舉人票制度 是怎樣出來的呢 那些選舉人 嗯嗯嗯 即原來 就是整個同一堆選位 那樣你食招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香港有些人呢 他們的失敗主義就說 我又不可以叫他們失敗主義 其實他們常常說 真的有一天呢 令到香港的本土意識高漲的話呢 真是呢 衰些說句呢 叫掃走共產黨的 即他們用政治來掃走它的影響力 但你要明白一件事 這個政治現實是不可能的 嗯 不可能的 一天共產黨的執政黨 怎會有可能掃走它 是的 大家明白的嘛 那你一定要在那個 在共產黨執政的中國這個框架下 去爭取民主 這個大家要明白的嘛 嗯 嗯 是不是呀 嗯 這個這個 我想我們三個應該不會反對的 亦都不會有人否定這件事 但是現在香港有些人就否定這件事 我不是說他們搞港獨 但是他們否定這件事的時候 你怎樣搞下去啊 嗯 不過這個我又沒有這麼樂觀 因為你真的 你共產黨會不會給香港有 一些真的民主呢 對 你對的 我知道不樂觀 除非這樣 你真的有些辦法可以搞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共產制 就一天中國 是好像馬來西亞踢 新加坡走一樣踢走香港 不過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 是不可能的嘛 大中華三民主義是不可能的嘛 是嗎 是嗎 沒錯 是 現在說幾分鐘 現在說到22分鐘 那麽 當然啦 我們說回一些大陸的事情啦 大陸是新班子 唯有些好奇的東西發生 新班子裡了 很多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人在 真是奇怪 當初搶椅子搶來不就很奇怪 甚麼意思呢 其實 即是告訴你他們自己唸到七彩 對啦 因為很不尋常 很少有些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人坐這麼大的位置 坐高啊 好像見過那樣沒有國家副主席 只是政治局委員而不是常委 對啦 所以 奇怪啦 奇怪 奇怪 還有很多副總理呢 除了一個副總理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政治局常委 對啦 只有你阿強是常委 不是張高利是常委 你阿強呢 當然 你阿強是常委 當然 我講副總理 四個副總理都一個是常委 奇怪啦 嗯 嗯 嗯 主席又不是常委 即是告訴你一件事 你原索 你原朝又不是常委 你真是亂說 你原索 你原朝又不是 你原朝又不是 團派中人 大問題就是 為何這麼少常委 我亦告訴你 入面自己 最後捏這些 所謂政府職位的椅子 都捏得很激烈 嗯 嗯 如果正常來說 國家副主席應該是他做的 嗯 嗯 是不是 之前呢 都說是他 是他的 是啊 很多都說是他的 那為何 會突然間轉為一個 團派的人做呢 是啊 團派突然間又翻山 之前又說被人打到殘殺 你很簡單 你看余靖聲 余靖聲被人丟了去政協 你知道大家政協 政協主席是知道什麼來的 是政治花瓶來的 沒東西做的 專門負責 專門負責講 那些大家很不適合的東西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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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將德光走進去做人大 人大委員長也正常 是吧 對呀 起碼都叫做立法機關 是吧 嗯嗯嗯 所以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和江系有關的人 全部都好像 溫衡一樣 好像溫衡一樣 你想想 全部人的職位 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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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岐山 王岐山 去了中紀委 中紀委是黨的事務 來的嘛 嗯嗯 告訴你 就是 開始慢慢 將國家事務 和黨的事務 分開 分開 其實這是 口方向來的 這是 好的方向來的 不過這樣 現在聽到那些人 統一口徑 就覺得中國 那個 政制改革 是武漢的了 是 一定不會跟西方 所以 所以來講 暫時政制改革是武漢 因為實在 實在已經是搞 實在是沒辦法搞 就算想搞 沒辦法搞 因為實在 勢力太多 中了在這裏了 嗯嗯 對 還有現在只有 他現在只有 嘗試下一個 叫做 體制改革 嗯 希望成功 希望成功 我講了希望 兩個字 那些 但那些其實是行政改革 那些不是真的 政制改革 是的 即是 可能是真的 有些方法 是減低到 那個腐敗的程度 不過我 其實說真的 我也不是太太太樂觀 因為 你一個是上上下下 都靠 貪污 和靠關係來 維持的 一個這樣的組織 你要連根拔 才可以自殺 是 自殺 這是一個很見實的問題 即是一個全身 都是癌細胞的人 你知好癌症 等於都是死了 對 對 對 所以變了來說 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習近平這個人 究竟他有多大的勇氣 他有多大的實力 真的 我不知道 當然這個人 對於我來說 我個人來說 他都因為 如果要看回 爸爸的背景 看回習仲勳的 這個人 還有 他這個人 我都相信他有些風骨 嗯 嗯 有些風骨 但問題是 他在心態上 仍然覺得 還是有點敵西方 哈哈 心態上 雖然在西方 在美國住過很久 但他還是有點敵西方 嗯 是的 還有 現在的問題 在南海搞得這麼暖龍的話 南海和東海搞得這麼暖龍的話 這些 又不能暖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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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現在其實 在南海 其實 雖然 雖然 他是一個 我剛才說過 挺有風骨的人 但問題是 這十年的任期 非常 非常艱辛 嗯 非常困難 經濟 大家都明白了 經濟的增長 勢力的勢頭開始下降 是啊 其實這個很危險 這個很危險 對中國的政權 外交 又暖龍了 你看 你四圍都有火頭 你這裡都有火頭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不能退出的 第三 你又想正式改革 因為知道這樣 因為知道這樣 遲早沒有 遲早出事的 嗯 那麼你正義改革呢 可能呢 內部暑定 嗯 嗯 內部勢力又不知怎樣 你動到人 你動到人 那些事情 那你想想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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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真的 真的可以 譬如做了賣 做了賣 這個任期 或者甚至你 喂 你究竟會不會 你究竟會不會 做做蟹就變成了胡錦濤嗎 哈哈 是啊 是啊 就是 講的又講到很大聲 到最後雷聲大雨 怎麼少呢 是嗎 嗯 但是起碼一樣東西是好的 就是 他的方向 他的方向是對的 就是把國家和黨的事務分開來做 嗯 嗯 不過 不過 就是他現在都 我想呢 過了五年 那些人呢 如果真的 實力可以直跟下去呢 我想呢 很多 就是有很多所謂的 現在那些呢 就是以前二十位的政治 如果上位退休呢 就會有很多新人進去的 嗯 是啊 很簡單的 很多人都說的 如果下一任總理 下一任總理 萬一十年後 十年後 你一強做完 這樣說吧 可能是誰 可能是汪洋 唉 我也不知道 還有沒有十年要玩 哈哈 另一個故事 這個就 當然 他的危機 現在的情況 真的危機四伏 是的 不過 我現在越來越感覺上 習近平呢 開始呢 開始是偏向 慢慢收編團派的人 嗯 嗯 他收編團派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想想 李源潮不是政治局常委 而捧他做國家副主席 即是下一任 下一任 下五年後 政治局常委一定有他 而他可能是指定的接班人 嗯 還有李克強本身是全派出身 嗯 你想想想 開始慢慢收編團派的人 張高麗這些 其實就很中間 反而呢 最剛系背景那些 最強剛系背景那些 就被他呢 就放了 不知去了哪裡 入了常委做 坐椅子 椅子 讓你坐 現在分 現在就是 椅子 就是 利益分平均了 有些人坐椅子 有些人坐過務院 有些人做國家副主席 嗯 但是 現在很明顯 就是 他修編 主要目標是 團派和國務院 體系的人 是啊 是啊 所以 別人說他對付溫家寶 絕對不會對付溫家寶 那些人說是因為 那些人 很容易對付 對付他 看來是那些 是咬頸的人 哪些人咬頸呢 那些咯 被人 被人 甚麼都入了政治 那些人 甚麼都沒得做 那些人呢 OK 是 就是想進去 怎麼知道 啊 扶寶 自散 陰公豬 不過 那裡頭有投票權 是啊 但是你想想 還有一個問題 有這個問題才是嚴重的 周永康 是啊 周永康其實不知道怎麼搞的 嗯 現在可能 這個 這個可能是一個 談判條件來的 怎樣呢 我批著你這件事 你不要亂來 嗯 不要妨礙頭妨 嗯 嗯 我不讓 不等於我不會拘捕你 蛤 你又沒有搞那麼多事 你沒有搞事 嗯 是的 只是安撫你們 叫你不要搞事 如果你一搞事 我就讓它出來 嗯 是的 你死正我死 到時候呢 他都讓了出來 大條到你拘捕他 哦 那到時候看他 是不是嚴頭目紅 就是看一看他 就是原來 劉夢紅的故事 發生在他身上 那他又出來 出來爆料 他爆什麼料啊 現在 啊 啊 啊 那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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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真的 真的那麼容易搞得他 或者是搞了他 沒有所謂的 那就早就搞了 我知道 就是因為 其實都給了一點點情緣 你說的 嗯 是的 因為始終 他又裸退 又有些人安撫了在這裡 唉 那算了 對吧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打探 濟奇呢 第一個一定是他的 你一個是 第一個 哈哈 現在才安撫著你 那他就坐在這裡 那他真的坐在這裡 等死了 噢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現在 剛剛政治 那些走的常委 每個人都騙手等等 嗯嗯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本身是沒有罪沒有性的 對吧 是啊 頭都不敢出來 啊 我也不敢出來 沒有看的 對 是啊 好像隱約型一樣 好像沒有了這個世界上 沒有了這個人一樣的 還有你剛是其他人也是 那些假慶林那些也沒有了 世界上沒有了這個人一樣的 是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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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說一下 不能說 因為他兩個沒事 你想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人去了哪裡啊 消失了 消失了 那些消失了 那些世界上沒有了這個人 那你說過 哼 你聽過那個名字很久了 好像 不是啊 你也看看那天 那天兩會 略會 你看劉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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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像一個消失的人 那樣的 嗯 第一 政府沒有職位 政府裏面沒有職位 黨裏面的職位未定 嗯 對 黨他沒有一個特別的職位 你比如說 你是王岐山中紀委 中紀委書記 那邊又沒有政法會書記了 沒有啊 沒有 沒有下位書記 你看劉雲山中紀委 你覺得這個人很消失於密室的嗎 即是被人頭銀自散 對 我相信是交換條件 可能是交換條件 對 即是 你之前你這派的人 就拿到那麼盡了 很盡了 你也 即是得捨好意衰回首 即是 哦 得捨好意衰回首 還搞下去 沒有好處啊 套用這個風雲的 未有名的 台詞 凡事太盡 緣分 撕走盡 是撕嘴盡 一定的啦 凡事太盡 嗯 但是很明顯現在 我覺得 現在是 正在收編 嗯嗯 嗯 那其實 即是 他會好過胡錦濤 因為胡錦濤的背景太單人了 純粹團派 對 純粹團派 對了 嗯 以前其實很多個 我們在 在之前的歷史裡面 很多個 純粹團派的人 最後都是窩窩的 所以其實做 我們最終做領袖的人 通常都是 左右奉獲的人才行的 你看緣要幫就知道 是啊 呆了 純粹團派了 就被人搞念了 就被人搞念了 哎呀 簡單的 為什麼 為什麼那些 李鵬那些 為什麼都還在呢 因為他不是純粹一飯 嗯 國務院派系的人 早年的 共幹很少是單一個派系 不是啦 但是現在 你會有些情況出現 是 現在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大家 大家因為要爭資源 所以 迫著是埋堆 嗯 迫著選擇 對 是啊 現在你看到的 那些人的背景很清楚 是會有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但是你都大概知道 是哪一飯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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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不會的嘛 以前的中共那些人是不會的嘛 你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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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算 可能鄧小明下面那些 鄧小明下面那些人 其實可能 可能 可能 跟那些 跟那些 真的更加保守的勢力都有關係 是啊 是啊 這個大家明白的 是啊 所以現在是不同了 這個世界 就算中共也不同了 這個是 其實這些派系出來 其實都是 說回來 都是一件事 是利益的 這個 是利益的 那 看看 這個 習近平 這個人 這麼多的背景 看看 是否真的可以 可以統合到 一些的派系 不要說全部 有些是 擺明想對付 嗯 是啊 製造敵人 是很重要的 製造敵人 製造敵人 才可以團結自己的 沒錯 團結和製造敵人 是一齊做的 是一齊做的 永遠都一齊做的 那 我們說完這件 是不是還有 第四件 第三件事 今天 就 第一 你看看怎樣 現在就說了 三十七分鐘左右 看看你還有沒有 話想說 那 你看看你講不講台灣那邊的 那些 兇殺案 我先講香港幾宗 那天你也說了 那三宗兇殺案 有一宗 很明顯就是 一個 兒子謀罪害命的案子 你說周可良那宗 是的 其實又不是 他又不認是 他又不認是 他說 他純粹想殺 OK 應該做仇恨 當然 詳細解釋 我想 Otis那天也解釋過 另一宗就是 打機 哈哈 哈哈 那個是 擺明 是不是出了 魅惑 最後殺人 其實我又不太相信 他跟別人說 他好像說 英雄那樣 要殺人 其實我又 不太相信 他真的 進去進去 不過很多年輕人 離開了網 就會發瘋 很多事 都是這樣 是 不過 要等 真理的心理報告出 才知道 是甚麼 他說自己 他聲稱有illusion 還是 這個就是 假裝有精神病 博減刑 也不知道 還有第三宗 謀殺自殺案 是啊 是啊 那件很明顯的感情糾紛 是嗎 那件事 其實 如果是 八卦來說 這些 這些 其實最後 去到 其實這個男人 就遇上了一個 即是 極度 有 極度佔有肉的人 其實上次說過 因為這個女人 九成 在過往 即是他人生 是遭遇過很多次被遺棄的 是啊 但是 他很奇怪 其實 我可以回答你 其實那個男的 他的原判是在加拿大的 嗯 而 其實 應該是 真的 是法例上 在香港 合法的註冊夫婦 嗯 這個 即是被人打死那個 另外 他也收到 外面也收到一個女人 是啊 所以呢 去到某一個情況 即是 這些 有錢的男人 最後 都可能會很大情況 出現這種情況 的 看你 即是看你認識了什麼人 即是那個女人 即是 你說她是一個佔弱很強的人 其實 又 又 看不出她是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女人 她支持她的情勢 她有個前夫先 她的前夫 跟她扔波的時候 其實她也沒有說 要馬上殺了她的前夫 那麼嚴重 即是 因為 那個情況 是她自己 非人家 是 沒錯 其實也是跟外遇有關 嗯 她自己有 但是 她的問題 她對她的大問題 就是 她的感情是 長期安保 以及 多次被人遺棄 對 所以 其實她 有戰有肉 其實 可以說是 那一刻 是這樣的 她那份 她 她殺了 她在斬人家 百多刀的話 她那份仇恨 是相當之 厲害的 最後 她剛剛 在那個仇恨 一醒回來 她發覺自己轉成大錯 所以自己要自殺 嗯 你怎麼知道呢 還是 其實她一早計劃 計劃完之後 要自殺 可能是這樣的 可能是這樣的 兩樣東西 我會覺得 因為 我們 我的心理學 不是Altis 我那麼厲害 我們 看電影 看電影 就會有這樣的推動 哈哈哈哈 戲如人生 哈哈 對 另外 今天還有一宗 是不是 今天還有一宗 我沒有看新聞 好像那個 那個女傭殺了 那個女傭 那個 70歲女傭殺了 50歲的主人 我只知道 有個小子 有個小子 死了 她的名字 跟我的中學同學 一模一樣 我最早看她的名字 不是吧 難道是她 看一看 不是 但那件事 也是奇怪的 是啊 那件事 可能涉及 一宗刑事案件 是啊 那麼 剛才那件事 就好像說 因為主人 有同事總合性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可能太煩擾 可能照顧了她 太煩擾 所以 可能下毒 可能就這樣 居死了對方 嗯 嗯 對啦 那麼就說了少少香港的事 說一下對面案的事 對面案呢 不知為何呢 今天跟這陣子 跟香港的頭條一樣 的 即是兇殺案 嗯 好旺啊 這批 那麼呢 有兩宗的 我先說第一宗 那麼第一宗呢 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呢 就 他呢 就騙了自己的妹子 就買了一份保險 就買了一份保險 OK 是 那首先應該是他的 OK 然後呢 他呢 他呢 就真是呢 他呢 他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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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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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手扔到那裡 腳扔到那裡 甚至燒了他 就等於失蹤人口 你拿不到錢的 是吧 是啊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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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其他東西呢 就真是呢 就真是呢 即是 即是 燒了去 甚麼都可 然後刮到他 不知道去哪裏 然後就丟到海 丟到海 嗯 但是呢 他留了一樣東西 留了甚麼呢 留了頭 留了人頭 嗯 為甚麼他要留人頭呢 你聽到 那人頭怎樣做呢 就放一個箱裡 不知 拿一條 底褲 包住人頭 嗯 然後加 加 好像加鹽醃了它 嘩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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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想一下 我把人頭 被迫在底褲裏面 再加鹽 嗯 是不是可以 基本上可以 有一些防腐的作用呢 嗯 有 加鹽 他為何要保持人頭呢 放了一層 一個膠袋下去 嗯 放一個箱裡 嗯 他好像正常說放在家 嗯 他也是5日圓的 他初初放在家 是啊 他初初放在家 老婆也不知道 老婆現在在哭著害怕 在這裡 大哥當然要哭著害怕 但是你陪要死人頭 真的死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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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他醃掉了 然後放在箱裡 然後呢 他把那個 他本來是北部的 那個東西 嗯 他把那個箱 拿去南部 中南部 嘉義 嗯 在一個地點裡 嗯 然後呢 他呢 竟然呢 提供一些線索出來 是叫警察去查 然後一個警察進去 箱寫著那個女生的名字 整件事 整件事 他覺得中文偶報警 整件事 他覺得是一個 完全失敗的 自編自導自演的 警察保險案 是啊 然後呢 然後呢 真的呢 警方登院去找 是不是 真的看到那個死人頭 聰明一齊這個人 真是太聰明了 然後警方查一查 就真的查到他身上 現在呢 就呢 就呢 拉鬼了 這個就不能說了 這個就 他不是蠢成這樣 大哥 就是 癡根 他真的那麼等錢花 他呢 這個東西很奇怪 他有做一些 在台灣做一些 我有沒有聽過 台灣有一樣 跟我們講的自助餐是不同的 我不知道你吃過沒有 我都沒吃過 什麼啊 不是 不是放題 不是放題 那些自助餐呢 就是說呢 我給你一個盒子 OK 那我 你譬如說 我買一盒飯 30元 然後他放了那些菜 你拿著盒子自己包 哦 對 那邊叫自助餐 他做這些 他經常拿著把刀 原來呢 有人說 他跟他同事的人 那把刀呢 他經常拿著那把刀 他只拿著那把刀 原來就拿著那把刀 那把刀 嗯 嘩 哈哈哈哈 像叉燒巴一樣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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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這把刀 最後的手手腳腳硬 那些 他有些是剁碎了 有些是扔到海 嗯 扔到海 扔到海 只剩下死人頭 嗯 嗯 好可怕 整件事 但現在懷疑一件事 台灣警方懷疑一件事 是有 是有共犯的 這件事 有同謀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掌握了什麼證據呢 因為他覺得 他們覺得 一個人 在短時間內做這麼多事 是不可能 短時間做很多事 包括分屍 分完屍 分完屍 就醃頭 醃頭 醃頭 送到南部 來了 為什麼 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 因為那個女人 多短先 那個女人死了多久 什麼啊 那個女人死了多久 其實呢 這件事義法呢 講究呢 好像說過幾月的事 但是呢 那個人的失蹤 即那個死者呢 那個死者呢 那個死者的日期呢 跟那個死者的頭髮 其實當然有一段時間 但是呢 但是呢 好像說 那些 好像說是 那個案發的period 好像很短 他們查到不知道什麼 是複雜性呢 因為這個我也掌握 我也不可以確實掌握到 但是他們覺得 就說 不可能是這麼短時間內 給他一個人 可以做這麼多事 因為你幾個位路線是 因為你在台灣呢 那些閉路電視是拍攝的嘛 嗯 還有懷疑呢 拍到呢 拿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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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那個 那一個 就是那個兇手 OK 就是另有其人 送貨的 送件那個 對 所以他懷疑 這件事不是一個人做 但是一個東西 還不是自己說一個人做 咦 他到底要收到什麼呢 難道真的有線紛 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能那個人也有錢分了 但受益人是他 說真的,如果他真的是兇手 他自己是不能夠保險的 是不會賠給他的 當然了 所以現在呢,他是很遠的 但呢 應該也挺清楚的 覺得他們慘了 究竟是否真的有同謀 那一單呢 那單呢 那單呢 現在找到兇手 但不知道是誰是兇手 怎樣找到兇手 又不知道是兇手呢 奇怪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間咖啡店 在八里那邊 即是淡水河那邊 我想大家去過台灣 就知道 有一邊呢 有一些坐船過去 在淡水另一邊 即是在乘地鐵 坐船過去 那個地方是八里 嗯 是的 那麼呢 有一個 有一間咖啡店 咖啡店的老闆 有一個店長 店長是女生 嗯 那麼呢 有一對老夫婦 OK 那個老夫婦呢 那個男的呢 是退休教授 嗯 嗯 嗯 那麼呢 那個 那個 那麼呢 就跟那個女兒呢 怎不知怎麽混熟了 是 就認了她做契女 嗯 嗯 OK 然後呢 那麼呢 那麼呢 過幾月前呢 那對夫婦呢 就去完那間咖啡店 之後失蹤了 啊哈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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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發現呢 在紅樹林那裡 在那裡的紅樹林呢 就發現 那個屍體 那個屍體 他們兩個兩個屍體 兩個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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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呢 好像是被人打死的 是被人打死的 是被人打死的 另一個呢 就被人用刀插死的 嗯哼 OK 那麼呢 那麼 那時候呢 就自然呢 就去查查查查啦 那麼呢 查到呢 就是呢 有三男一女的空眼 即是疑犯啊 包括那個年輕的女生呢 包括那個契女 對 對啦 包括契女 還有那三男 那三個男仔 有兩個呢 是 有兩個男仔呢 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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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女仔的 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 兩個 兩個都是男朋友 厲害 這個女人 那個樣貌很普通的 沒有關係 然後呢 另一個呢 就是那間咖啡店的老闆 嗯 嗯 是啦 那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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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人被人拒絕了 是 那麼呢 那麼呢 大家都知道 又要跟這四個人打心智的了 嗯哼 那麼呢 其實呢 到最後呢 那個女兒呢 是說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就說了一個行兇啊 經過等等 就是認罪啦 好像這樣 只是說是他自己做的啦 但是呢 但是呢 竟然呢 到最後呢 上到法庭呢 那個女仔上班 女仔上班 是的 說沒有認過 又說是 是警方 錯誤引渡他 OK 就塞些東西 在他的口裡 是的 那麼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呢 他本來呢 其實那天呢 再查到 就是之後呢 他講了在法庭講這件事之後呢 檢察官呢 再查到一件事 嗯哼 就是這個女仔 扮鬼扮馬 嗯哼 整了假頭髮 扮鬼扮馬 走去保險箱裡 嗯哼 但是他知道的保險箱裡面呢 就正正就是呢 有這個阿叔 有這個 有這個退休的阿叔 的 退休教授的 一些存折啊 一些所謂的財產 在裡面 那些什麼契物契那些 原來是謀在害命的 是的 他呢 原來呢 就之前說呢 就說呢 提到呢 就說這個阿伯呢 就很相信這個女仔 就給他很多錢去投資 嗯哼 嗯哼 是的 那兩夫妻 嗯哼 嗯哼 那他就放在保險箱裡 就去保險箱裡 保險箱裡 就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扮鬼扮馬 他知道保險箱裡 就知道進去 應該呢 可能有閉路電視 電視呢 拍著他的嘛 所以又扮青子 對啦 他就扮了 誰不知呢 都被警方發現到 嗯哼 很難發現 他們扮青子 這樣 對啦 扮鬼扮馬 OK 那現在呢 見案到怎樣呢 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繼續扣謀了這個女仔 嗯哼 因為你也是兇嚴的 但其他那三件呢 那三個男仔呢 又怎樣呢 暫時呢 因為他不可以再有Point去扣留他 現在全部都出去了 應該放的 是啊 但呢 更加奇怪就是呢 有一天呢 這個女仔的其中一個男朋友呢 就想踩上那間 即是在未被人拘捕之前 就踩上那間咖啡店鬧事 嗯哼 他呢 那些人呢 就呢 將所有的責任推到女仔裏 不明白 即是什麼呢 他想去鬧事 是 他想去那間咖啡店同一共的老闆 還有 老闆理論就說 這些人 將所有這件事的責任推到女仔裏 就說不是 那又怎樣呢 他是不是想說自己有份組呢 即是呢 那又不知道怎樣 有一個小道消息 另外還有一個奇怪 這個女仔本身是電腦專家來的 啊啊 即是 她真的讀大學 讀電腦 讀系統工程的 嗯哼 但呢 竟然呢 很奇怪地 她呢 就跟那個契媽 那個所謂契爺和契媽呢 就竟然走去跟那個女仔呢 走去弄電 那是電腦啊 這麼有趣 他呢 他電腦是弄什麼呢 就是那個系統 倒了 那部電腦 就 他自己不懂弄 就是找那兩公婆弄 不是 找一間電腦公司去弄 找一間電腦公司去弄 有間電腦公司去弄 有間電腦公司有人訪問他 在傳媒 嗯 最奇怪的是 那和這件案的QK有什麼關係呢 這件事呢 就是 告訴你 這幾個人的關係 這對老夫妻和這個女仔關係呢 也都告訴別人 你可以叫非比尋常又可以 即是遠超過朋友的關係 樸索迷你呢 對 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繼續調查下去 現在就是繼續綁 仍然是黑樓署的女生 但那三個男的那三個全部 不停推就推 不認又不認 但問題是 最奇怪的是 那個東西被插刀 插刀死的東西 基本上女生是做不到的 是 即是覺得她不夠力 即是她插進她的深度 即是覺得她不夠力 那把刀 她的位置是扭過來的 即是要很大才行 你很大才有骨 嗯嗯嗯 現在就是繼續跟隨這個方向去走 但現在這件案 責業殺人 你插刀下去 你還會扭一下 即是要她流血不止 你才會這樣做 是的 擺明擺明 所以現在這件案 所以我剛才說 一開場就說 就說 有抓到人 但最後好像抓不到人 即是 但就 其實我相信 其實就是 兇手應該是這堆人 但是 我差了你 你離清了她的關係 現在離清不了 嗯 到今天都離清不了的 很奇怪的 這件案 所以這件案 現在大家 在台灣新聞節目 那些什麼 什麼的那些 政論節目 就必須要說這件事 嗯嗯嗯 這些呢 又要說一下分別 香港說 譬如說幾個兇殺案 媒體說話是很有分傳的 是 因為法庭要求等等 不會妨礙調查 台灣不是的 任港 任超港 狂港 是啊 懷疑什麼 懷疑什麼都敢說 哈哈 不過這樣 她又不會阻礙到法庭 是吧 她阻礙不到 但是你 你會影響到整個審訊 觀眾的觀感 所以經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經常 法庭不公道 那當然 那當然 台灣的法庭 有它的特殊問題 嗯 所以呢 這件事呢 我經常說 香港法治的好處 就是這裏 除了說 除了說 審訊是公平之外 就是因為法庭的權力 有一個獨立的 而大的權力 令到其他人 令到其他輿論 是不可以干擾的答案 令到公眾 是覺得法庭是公道 是啊 而不是台灣 法庭呢 個個個覺得 是有立場 是啊 所以大部分 他們覺得是公道 就是刑事我也查出來 所以我寫出來 覺得是公道 但是問題就說 問題就說 你現在 這樣的傳媒的推測 其實已經假定了 那四個人 根本是在一起殺了 那兩個人 但是 還沒判 還沒判 所以 最後 如果法庭又說 原來不是那些人 當情無罪釋放 然後又會示威 搞錯了 這樣 其實 很麻煩 很麻煩 這件事 經常說了很久 最不好的了 那些人會不會去找法官算帳 不會 但是媒體會這樣說你 食主 你也法官 不不不不不 你的比案也是這樣的 嗯嗯 一色一樣的 嗯 是 這個就是他們的問題 當然 這件事 我想繼續下去 應該是挺精彩的 不過這樣 我聽 我聽 台灣最 台灣最厲害的其中一個 一個鑑證專家 叫李昌閣 是 他回到台灣 因為他在美國做鑑證 他現在是鑑證專家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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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次阿扁被人射 都是他 是不是 都是他 是啊 他上次阿扁查不到 他就說一件事 是 所以 所以 阿扁那件事 政治味道很重 其原因就是 他那時說一件事 就是說 你根本現場 那些證據 被人擾亂了 被人踩爛了 是啊 當時的證據 所以是最後查不到 但現在來到這件案 他自己個人的看法 是遲早會破到的 嗯嗯嗯 破到的 他自己的看法 當然 他是根據什麼去這樣說 就很難說 他也沒有說 那些記者 就很堆咪問他 那些 是 就是說看現在的證據 總總顯示 很快會破到 那我不知道 內裡是有什麼原機 啊 為什麼這麼有信心呢 我 對啦 這麼有信心的 今天都講了幾分鐘 我們現在 講了一個小時 多一點 差不多 如果講講 講講港台 雖然這件事 我覺得就不太緊要 那鄧忍 總之就是 就是 港台的風波就是 由這個的 就是這個的傳出 就是 就說 就是鄧忍光 就是這個 廣播處處長呢 就干預這個的 港台的編輯自主 是 就說 就是這個 這樣的 頭條新聞呢 就 就 就沒有太后宇小豪子 那就要扮這個 希特拉 說的 只是構思來的 就說 那最後都沒有做的 但是就聽聞 這件事傳到 鄧忍光 以中 鄧忍光 就出口術 就要來禁止 嗯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個構思呢 對呀 就要搞 交代思想的路線圖 要交代思想 真奇怪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 其實公務員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 慣性做法呢 他 他交代那個 叫做 政策決定的過程 哈哈哈哈 而不是交代思想 那麼 那一套東西 放進去 政策決定過程 就是會議紀錄 不是 他有一個 他有一套 你也知道會議紀錄是一件事 尹養政策 你怎麼想出來的呢 你怎麼想出來的呢 整個有objective 然後有alternative 然後就是 就是怎樣去 怎樣去 implement 然後怎樣去 execute 然後怎樣去做 assessment 這樣 是的 整套東西應該大概是這樣 當然 太detail 其實我以前讀過 真的 但是有些放下了 真的不太記得 是啊 那整套東西是這樣想的 但是呢 你要知道 搞創意的人 就要在構思上 真的不可以想的 真的不可以說的 突然一聲爆出來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喂 大哥 難道我作 嚴汁自由呢 是更敏感的 大哥 難道我作 我作曲 我有告訴你 我怎麼作出來 我怎麼說給你聽 大哥 但是到了最後 現在呢 他本來我都不認識 的 哈哈 但是最糟糕呢 就是呢 在內部有個E-mail流出來 哈哈 你不能說謊的 這些 是的 白紙黑字 有了Soft Copy 就是告訴你 這個世界 有龍女雞 鄧引光 鄧引光 上台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看不看好他 是的 他最糟糕就是這件事 他變了龍女雞 其實根本就是 港台上上下 其實都不想見到他 還有一件事 城市論題 我出了空椅 是的 空椅 他又說不like 不like 即是想amplify 某些官員 即是有地中海那個 是否專門想 顯示他不出現呢 是否想令他尷尬呢 是否想顯示這個官員 不敢面對群眾呢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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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告訴你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我其實到今天 我都不太明白 即是這些 香港的土共 我更加更加不明白 喂 頭條新聞 你搞了十幾年 喂 搞不到了 搞來搞來搞不到了 你還這麼濕著呢 那一窩粥 你搞來幹什麼 還有一件事 你搞來沒有用的 你搞來沒有頭條新聞 你覺得市民 會不罵政府嗎 是呀 很簡單的 沒有頭條新聞 可以做什麼新聞都可以的 即是 還有那些人 你不這裏不給他做 他可能在網上搞你 另一個傳媒體 更多人看 那怎麼搞呢 不管是否在網上先 那你香港電台有什麼定位 先 公營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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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他們最不能夠接受 就是 這些人 花政府錢 罵政府 不能接受 是的 我就問回來了 所以呢 有時呢 港台有什麼不好的 就是呢 港台本身呢 自己也是三不像 港台 港台 港台裡面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三不像 其實就是一堆人 很有 很有 怎麼說呢 很有藝術家風骨 其實骨子就是一個 公務員心態的人 不是 那個三不像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是 當年 當年做公共廣播 那個諮詢的時間呢 就提議呢 其實呢 港台要出走 政府會不會出便 是啊 變成一個好像 類似資助機構那樣 是啊 但是政府 要去留在政府架構裡面 是啊 是啊 有些人就說 因為這樣 是利用這個方法 來找個AO進去 整治港台 嗯 嗯 但問題來講 但是那幫人 在港台蹲了那麼久 喂 那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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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他們想出來的 你怎麼整治啊 整治不到的 除了你解僱他們 不過這樣 那些人 即是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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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博炒來搞事 他們又不夠膽 他們不夠膽 博炒來搞事 但是問題就說 他呢 拿著四個字 就可以搞到你 搞到你 頭暈就生氣了 是啊 沒錯 編輯自主 他在裏面搞你 就好像這樣 揚手些事出來 漏你的封信就出來 對 漏你的封信就出來 你看到那些人 馬上怕一怕 對不對 是啊 馬上記一記 但是呢 最好笑 這件事其實呢 應該 林鄭月娥是對的 她把這件事 控制在港台的範圍內 嗯 但是呢 又壞了 有人跑去賭米 蛤 那些愛蜜愛蜜那些呢 哈哈哈哈 又很想不想賭米 啊 其實呢 政府呢 在那件事呢 你總之呢 他們兩個罵了罵去呢 你拿正個裝來做呢 等件事呢 我們政府內部之間的問題解決 已經成功了 蛤 但是呢 那些人呢 又跑去示威又什麼什麼 又跑去示威又什麼什麼 就搞到 極其又噁心 嗯哼 又說要解散你的工會 嗯哼 喂 喂 這件事說得出了嗎 哈哈哈哈 不如這樣 這班人說的東西 你預料是這樣的了 喂 你預料是這樣的 但是呢 如果你擲裝那些人呢 你弄壇這樣的東西走去呢 有什麼好處呢 你令到政府更加尷尬 更加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那件事 那件事 無端端變成政治事件 一向都是這樣的 這群人 他就 這群人 這群人經常都自作聰明的 對咯 他們都自作聰明的 而且基本上 我們經常懷疑 基本上 裏面都大家 不過大家 對咯 對咯 有時候我都不禁想 其實就是 會不會有些人 專門出來搞亂 那局 令到某一些 建制裏面的人 都感到尷尬 呃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不過這樣 當然你看到陳靜生 靜生BB 國寶和國寶 都不懂得分 那些 有時候覺得人的智商 已經沒有那麼高 當然的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有一個人的智商 有那麼高 就可以利用到 一些這樣的人 對咯 沒錯 對咯 你要記住這件事先 這個我不排除 裏面有一個智商超高的人 在這裡 就看渣裝那個人 漂亮不漂亮 渣裝那個 最重要 對咯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呢 對咯 有渣裝那個 就大件事 對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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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呢 香港有時候 我們經常說 香港有些空險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有一班人 我不知道他究竟 整個想法是怎樣 咯 他們的關係好像 不是在搞和諧 嗯 制造事端 對咯 好像制造事端 不過這樣啊 我經常說就是這樣 你維穩的道理就是這樣 維穩機械是最不喜歡穩的 其實是 因為穩了他們 就沒有工作 是啊 所以其實維穩 就是不穩的最大來源 因為他們是最不喜歡你穩的 找我有點在做 videotape 是這樣的 對的 所以那些穩那些 那些蝦嶺中環那些 其實他們是想真的 Plant 枱囊 香港的老師很可憐 不可以的 你又可以蓋上他們 對,你又可以蓋上他們 對,但你又不可以蓋上 香港 那裏很可憐 那裏仰求不到案 所以我經常說 真的不知道他們怎樣教 OK,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差不多了 Toby,你真是醉倒了 醉倒了 應該是醉倒了 他又沒有offline 算了,這樣就說了